字幕志愿者 杰明 委员请讲 杰明 我要这样说啦 其实呢 不能够怪任何人 国民党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状况 国民党有什么 国民党只有两票 一票叫做选票 深蓝的眷村的票 一票叫做钞票 党产很多 所以还有钞票 如果不在意这两票 那么你国民党给了人家什么 没有了 所以呢 今天你如果不给人家这两票 还要落井下石 还要给人家修理 还要叫人家怎么样 像骗了人家七百万又不提名 他是四百万 四百万对不起 四百万又不提名 那留在这个党还剩下什么 而且被提名还不见得用国民党选 我再说对 我再说张硕文 他不需要这两票 因为三重云林选票多 云林的这个同乡选票多 没有什么深蓝的 那钞票现在不太管用了 因为越来买票越起不了作用 特别在这种情况下 总统大选买票是没有用 好 没有这两票 那我就希望怎么样可以符合我的理想 所以跳船的越来越多 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要再说总统大选 好我们再来说总统大选 刚才这个翟神说三国鼎立 我看我比较赞成这个杨石秋议员讲的 慢慢就会有气宝 那气宝怎么气呢 一定被气掉洪秀柱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洪秀柱的背景 洪秀柱有什么 洪秀柱呢除了当了训导主任 他当了国民党的党工 就是国民党栽培他或者是补偿他的这个白色恐怖的父亲 让他在中和永和选立委 这什么意思啊 中和永和就国民党提名就当选的意思嘛 所以洪秀柱没有错 他是国民党栽培的 这样当了二十五年八届的立法委员 包括部分区也是国民党啊 包括副院长也是国民党啊 所以他是国民党的中贞党员没有错 所以他当了立委以后二十五年 他做训导主任就是立法委员 他当立法委员做什么 捍卫国民党所有的政策 无论对或不对 他在立法院那才叫做能文能武 能文能武啊 能文能武不是只有男生啦 洪秀柱我都被他抓伤过啊 真的他就是这样能文能武的 而且是绝对的这个小辣椒 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怎么样能文能武 其实很多历史画面 这个都表示在在表示什么 洪秀柱就是一个深蓝的国民党代表 但是呢他就局限在新北市 甚至局限在钟永和 对不起我很坦白这样讲 你要到南部来洪秀柱你来 我欠你吗 没有人欠你 宋楚瑜有人欠他 今天你三个人你看 你蔡英文有什么 蔡英文有能力啊 蔡英文代理呢民进党 在追尖困的时候站起来 蔡英文是国际商法的权威 这叫什么他外贸有能力 他法律有能力 他两岸都有能力 他当过陆委会的主委 蔡英文的行政能力 蔡英文的外贸能力 蔡英文的法律能力 两岸能力 各种的能力 蔡英文顶尖 宋楚瑜有没有能力 大家知道他有能力 宋楚瑜有什么能力 宋楚瑜有当宋省长的口碑 当宋省长的行动力 我是最后一届的省议员 我是最后一届 我那时候就是民进党 我很有guts 我从来没有去求过宋楚瑜 也没有要过他任何的这个 但是宋楚瑜 他会主动来跟你示好 主动要给你 主动要帮你 只是宋楚瑜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在这 他这种 无论是不是国民党员 他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乡下地方 最基层的乡镇长 有多少人念念不忘宋省长 好我们再说回来 这个过去的国民党觉得 那十多年前的事情 他自己早就还你了 早就没有那个魅力了 对不起不对 台湾人非常的重情义 好就算没有欠他 他会想什么 宋楚瑜以前有做事 像八仙乐园的时候 宋楚瑜会怎么做 宋楚瑜如果现在当行政议长 等一下 我们要卖一个关子 来宜金刚委员讲了一个重点 如果八仙乐园 是发生在宋省长时间的话 那么宋主席 当时宋省长会怎么做 还有我们等会 一金委员还有把这个 蓝绿的这个局势呢 会做深入的解读 不要先接个电话 接完电话之后 继续来听我们一金委员 来解读这个大局势的变化 我们先接通电话 是屏洞的张先生 张先生在线上 蔡英文说 这个宪法一中求同存异 表面上它是环统 实际上呢 我们怀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洪秀柱说 它从一中各表 改成一中同表 就是表明了 它就是要统一 可是大家说它极统 台湾在马总统搞了八年的 不统不独啊 要极统没有这种环境啊 只能说它是真统 那么谁是极统呢 大家想一想 那就是习近平啊 在三五年以后 中共的实力够了以后 台湾就要选择统一了 看你要文统还是武统 如果武统的话 人民就遭殃了 我们再来谈宋楚瑜啊 宋楚瑜啊 我们以前有个故事啊 叫愚公移三 这个愚公啊 他选总统 选到2020啊 2016他选 如果没选上 你们猜他2020选不选 还要选 2024还要不选 还要选 因为他的精神 那么宋楚瑜他是干过省长 他没干过总统啊 谁能够证明他总统做得好 2016的总统是要经济最重要 经济能够做得好啊 才行 那现在江山带有财人出啊 年轻人多得很啊 有才华多得很啊 宋楚瑜年婆老姨 上能范痞 楚瑜老姨 上能范痞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来 下一通电话是桃园的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 现在说吗 对 现在请讲 我跟你说 我讲台语 会通 如果要选那个洪秀柱 我是不赞行啦 但是他要推荐什么 我都没关系啦 那宋楚瑜 我是他的首长 大家眼睛要看好金 宋楚瑜 他如果要选 我只会说 不要跟罗斯雷 尽量都不要再联络啦 也不要让国民党利用一下 他自己可以選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他 我们一家 我们一家会 差不多四十几个都要支持他 好 桃园 刘小姐 得嘉 来 台北的 台北 台北的黄小姐 黄小姐 请讲 高雄黄小姐 对不起 高雄黄小姐 你好 听到吗 请讲 听到吗 有听到 谢谢你 那我觉得黄小柱 这个人就是自以为是 什么都不是 他看到他的嘴脸 就真的很生气 我到现在为止出去的时候 没有听到一票要投给 那个黄小柱的 说实在话 我觉得蔡英文不错 蔡英文把民进党以前那么不好 搞得那么好 我觉得我要选蔡英文 黄小姐 你住哪一区 黄小姐 跟杨时秋都很好 黄小姐 你住哪一区 住林雅区 林雅区 我先住林雅区 林雅区一直以来都是偏 绿的大本营吗 蓝的 蓝的 三名才是绿的大本营 好 谢谢高雄黄小姐 好 讲到这边来 已经 现在电话进来其实各有支持了 嗯 我就说嘛 你这样子说 需要一个有能力的 现在要选的是总统 台湾人民越来越有智慧 你要选的是一个总统 你必须要放心说 国家这么多事情 要让这个总统来领导 来处理 来决定 来决策 结果呢 你选一个洪秀柱 他什么没干过 只干过训导主任跟立法委员 我也只干过立法委员 但是呢 要选一步就要选总统 大家放心嘛 而且他这个立法委员呢 还是只有中永和 真的啦 洪秀柱 台南 不要说台南 我们南部 中南部 甚至中永和以外的地区 谁认为洪秀柱有能力 知道他有能力 可以来领导这个国家 他能够做什么 没有人 大家不敢说他一定不行 但是至少没有人肯定说他行 为什么 需要打一个问号 从来没看过他做过其他什么的 可是宋楚瑜跟蔡英文 是真的有做过的 所以呢 我认为到最后 气饱会非常明显 但是这个气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我不知道 我们民进党要很小心 本来这些要支持王金平的这些本土的国民党呢 因为不喜欢这些深蓝的国民党 这样子的独断 他可能因为不高兴而来投蔡英文的 真的会被宋楚瑜拉走 我认为 所以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 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也就是说宋楚瑜他也表明了 他是主张统一的嘛 他跟洪秀柱一样 这也不用假啦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选票呢 我们在这个国家认同这一块呢 民进党绝对可以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 但是除了国家认同以外的 没有国家意识的这些人 所谓浅蓝浅绿的这一块呢 我们真的要步步为营 小心谨慎 要步步为营 刚刚其实电话进来的人 好像并没有接受就是支持洪秀柱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宋楚瑜为什么选择这个出来呢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这故事其实蛮对比的 我也要请教年华 怎么来解读这些事情 这个其实学历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那学历是真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中国时报说 学历是真的 但不能认特定的职务 意思说你这个学历可以 但是对不起 在公家机关 你这个学历等于没有用 讲减班是这样说的 好 我们再同样看 一中同表 结果你知道黄空会就说 那你有胆你去中国奖吧 一中同表是个议题是真的 但是一中同表指的是 你要跟中国谈呢 就黄徽会只会呛说 那你有种去中国奖 变成是一中同表 只是在岛内奖 台湾奖 中华民国奖 你到不了中国奖 那你的一中同表是指什么呢 你不觉得这两件事隐隐约约 还真有点相似 国民党连一中各表 都不敢去北京奖了 更何况一中同表 你看马英九 这个苏喜创造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之后 什么时候中国国民党 讲过一中各表 他只有在台湾讲一中各表 去北京只敢讲九二共识 可是我们都知道北京跟台湾 对于九二共识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 没有各表 不过我要先这个更正一下 剛剛屏東商先生讲的 蔡英文从来没有讲过宪法一中 他可能有点记错 蔡英文从来没有讲过宪法一中 他大概有点记错了 宋楚瑜为什么 什么时候要选 为什么要选 我觉得最近可能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那我的看法很一致 我觉得宋楚瑜看的不是 如果他最后选总统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认为他还有一丝丝的可能性 他是不会参选的 但是如果他最后真的选 我认为他看的是明年116之后的泛兰 他看的不是116这一场选举 其实我们凭良心讲 宋楚瑜加上洪秀柱加上蔡英文 大家觉得宋楚瑜当选几率有多少 我想不会高于四成 所以宋楚瑜自己也可以算得很清楚 因为你从上个礼拜 台湾指标民调 其实他有做交叉分析 宋楚瑜吸收到的还是蓝的票 他绿的票大概只只能拿到 对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他很清楚 宋楚瑜出来选 如果最后真的就是宋楚瑜参选 然后亲民党立委 各选区提了很多人 那这一场选举 蔡英文唯一要担心的是 因为国清的大战 会把民进党边缘化 因为所有的新闻会在国清大战 因为那个比较有张力 那可能民进党的新闻 会被边缘化 这个我觉得倒是民进党 比较需要担心的问题 那你说宋楚瑜 为什么我评估他在看116之後 你照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这样一路表下去 因为这几天其实他并没有改口 他的发言人游子祥 还在讲 他说他特别去解释一中同表 我是引述自由时报报导 他说一中同表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一个中国之下 两个的两个宪政体制 然后要北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 但是前提是臺灣要放弃独立 他后面加了一个前提 前提是臺灣要放弃独立 那我请问大家 臺灣的现状难道不是独立吗 不管你认为他的国号是叫中华民国 或是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国号 可是大家看到一个画面 每次当我们的球队在国外比赛的时候 大家在观众型摇的国旗是哪一面 那面国旗现在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嘛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 他就是最大公约数 大家都可以接受 臺灣的现状 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可是游子强讲话 一定代表洪秀柱 他是发言人嘛 他竟然说一中同表前提是要放弃臺灣 臺灣要放弃独立 那可是我们讲他统派 他还说你不要给我扣红帽子 臺灣要放弃独立 请问这不是统派 这是什么派 是苹果派吗 当然不是 臺灣现状就是独立 你要放弃独立 就是变成别人的一部分嘛 就是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就这么简单 那他说他们 你不要给我扣红帽子 还说我是中间派 我就看不出来你的中间派 到底在哪里 是中间不分吗 中间不分不清楚 中间派嘛 所以洪秀柱 这个一中同表 如果一路这样继续表下去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在选后 一定会分裂 势必分裂 这是一定的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隐含的 那个分裂的感觉 只是现在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正式表演 那一旦选完之后 我也可以预测 如果洪秀柱一中同表 一路这样表下去 宋楚瑜出来选 三个人出来选 洪秀柱一定是第三名 那这时候国民党一定面临分裂 那请问国民党有一大票 这个本土派的力量在这边 比如说季国动季委员 还有很多委员 他们都是本土派的力量 他们虽然在国民党 可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认同台湾 是以台湾为出发点为优先的 那这些力量由谁来承接 谁有这个能量来承接 看起来只有宋楚瑜 绝对不会是洪秀柱 当然不可能 那王金平看起来 116之后只能回家抱孙子了 就是他任期到1月30号 等一下我们下一节还要讨论 如果洪秀柱不行 谁可以取代 你现在就下结论了 绝对不会是王金平 我要先说 我一再 我一再强调不要忽视马英九卡王的决心 跟意志力 只要马英九还有一口气在 王金平绝对不可能选总统 绝对至少不会是中国国民党选总统 所以呢 王金平不可能情况之下 朱立伦从当党主席到巴仙乐园事情 大家已经知道他是驴还是马了 因为溜过一圈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看起来国内的政坛跟蓝军有渊源的 大概只有宋楚瑜有这个能量 接收国民党本土派的力量 所以选后其实很清楚 宋楚瑜选总统 一方面他可以拉抬亲民党立委 一方面选后 他如果选的成绩还不错 因为看起来一定会比红秀柱好嘛 对 那如果运气好给他当选 那更不得了了 他看起来就一定是选的比红秀柱好 那这个成绩以这个为底 然后再接收国民党本土派的力量 親民党很快就变成国内第二大党了 那是要事实物为俊杰 我只有一点点 我第一次跟黎晃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宋楚瑜就算选后 除非他当选 不然他没有办法变成蓝营的共主 为什么 因为宋楚瑜没有钞票 没有党产 亲民党没有党产 我还是觉得说 其实国民党上下 无论是哪一个派系 包括马金体系 都清楚认知了解 2016 不会贏了 我们不会贏 所以现在大家的角力在哪 在2016以后的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议题是个大议题 我们下次要专注的议题来讨论 但是我要回来件事情 我要问宅审一个问题 党主席才能控制党主席 但是问题是 如果国民党没过半的话 政党法一通过党产烟灰灭 到时候国民党怎么面对这个议题 我没有讨论 但是我要问宅审一个问题 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议题一定要讨论 这个在问宅审之前 我要先念这段下半场 我要先预告观众朋友 我们讨论更经典 因为我们上半场 这个洪修柱已经讨论这么清楚 那最后一中同表 还要来做个更深入的解读之后 来 现在关键来了 这个蓝影 我们刚才讲蓝影已经开始跳船了 对不对 是一个惊叹号跟问号 那刚才年号说45者为俊杰 那么这个就是朱立伦 那怎么应战呢 他可以应战吗 现在看起来 連胡志强都说 怎么会选出这个党主席呢 好 接下来 忙新北忽略党中央吗 因为现在新北市问题还真多 不是只有这个八仙 你还有年轻上百个人 盲目的去砍杀路边的路人 这问题都是现在朱立要面对的 还有接下来719还没有变数 好 但是我要先请教一下雪恒 来来来 红北京应同表中华民国政府存在 这是这个六月二三号星期二的 那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讲北京同意中华民国 基本上北京是个城市 中华民国是个国家 对不对称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如果北京是个国家 那就是要中国人民共和国 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存在 那就是一边一国了 我们进入广告 听看翟神怎么解读 一中文件